香港電台繼續是廣播劇 悲歡離合 人生在世 有餘客旅 有些人的旅程特別短促 就好像王循時分匆匆而過的路人那樣 使令人留下無限的惆測 和 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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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b 今日繼續播出《王斌過客》第十二回 這個故事由嚴心懸著林普編劇李安球編導 參加演出的由朱曼子、王兆強、龍寶田、陳炳球、洪德成和謝韻兒 《黃昏過客》第十二回現在開始 神,我求求你,幫我維持目前的情形,麻煩你 這樣做不是辦法,這是反常 沒有一個丈夫可以容忍太太這樣做 就算你不可以盡丈夫的責任 也不會容忍太太和別的男人好 愛是自私的 不是,不是這樣 對年輕人,愛或者是自私,是佔有 但是對於我這樣年紀的人 我沒有條件去自私 要不然我就失去了他 我很清楚,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得通 如果真的這樣 我就懷疑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愛他 你這樣做法只是滿足自己一種錯誤的思想 為什麼你不試著對他強硬一點,管制一下他 什麼? 或者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不行 但是,他個人是怎樣,他的脾氣,他的脾氣,他的個性 我知道得很清楚 他個人不顧一切,我怕著弄巧反轉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對我這麼好 因為我不志在他 我對他不好,對他冷淡 他個人是這麼奇怪 他好性,想認聰,而滿足自己的征服感 這只是你對他的看法 這只是你對他的看法 始終有一天你會失去他 蛤?你...難道你不可以幫幫我? 你也知道的 目前的情形令我很尷尬,很痛苦 我不想介入你們的家庭 我今天來,是告訴你 你要試一下用自己的力量和方法 去維持你和他之間的夫婦感情 我都是人 我要追求我自己的幸福理想 我不可以一輩子受人主宰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愛他 我們遲早會結束 但是他...他答應我保持現狀 他不再離開我 你一直只是想留住他 你從來沒想過他得到他的心 他的心? 不用,我愛他就夠了 只要他不離開,我什麼都不再回應 那是不夠的 沒有心,沒有感情 一起生活有什麼意思? 不是,我有我的想法 你不可以改變我 那你不在乎別人在背後批評你了嗎? 別人在背後批評我 我根本聽不到 有什麼所謂 只要我覺得快樂就行了 你真的覺得快樂? 當然是的 只要他在我身邊,我就快樂 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快樂 你...你還懷疑什麼呢? 我不是懷疑 得到快樂是好事來的 沈無,你不快樂嗎? 他不可以令你覺得快樂 他這麼漂亮,這麼有才氣 你真的一點都不喜歡他 我不否認他有很多優點 但是感情的事很難勉強 我的感情 已經完全給了另一個女生 什麼? 對於這份付出的感情 我也不期望得回 給了另一個女生 你付出感情 你付出感情 而不期望得回 那你跟我有什麼不同呢? 完全不同 依文是你的太太 而我那個女生 是別人的太太 丹虎? 是他? 原來是他 我們的圈子這麼小 事情就這麼複雜 原來是他 我沒有說到是他 原來是他 你為什麼要否認? 難道怕紫朝知道? 那他愛不愛你? 我不知道 我不想表示 也不希望有結果 只不過付出感情 這些是沒辦法的事 我今天來 是要你改變一下 對依文的態度 你以後不要再縱容他 因為我快要離開 離開? 去哪裡? 為什麼要這樣做? 離開是唯一的辦法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 不過我怎麼都要給個機會自己 也都可以說 給個機會你 希望你會反抗 你 你不可以走 如果我不走就是悲劇 我才知25歲 悲劇對我來說 太殘酷了 審慕 你 你們談那麼久了 我任入得來 入得來 不如你陪黑位 我以後再來過 審慕 再見 他去了哪裡 啊? 二汶 你做什麼? 告訴我 他去了哪裡 你知道的 你一定知道的 你是說審慕? 他真的走了 你早就知道 他走了 你昨天就知道 為什麼你不告訴我 你自私 是你讓他走 我恨你 我恨你 二汶 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他是說過要走 我勸他 都勸不到 是真的 我絕對沒有騙你 我去他家找他 他什麼都撿清了 走了 連一張紙都沒有留下 我問過包糟婆 包糟婆說他什麼都沒有說 就走了 你叫我去哪裡找他 你自私 你任由他走 二汶 你希望我永遠都見不到他 陳克偉 原來你是這麼惡毒的 不是 我今天才認清楚你 我恨你 我恨你一輩子 二汶 二汶 你聽我說 我們可以去找他 我不聽你說 你是悔死獸 不是 是你讓他走 不是 我知道你妒忌我們 你妒忌我愛他 為什麼你不死 我恨你 我不會陪你 二汶 二汶 你去哪裡 橋大夫 你出來 橋大夫 出來 橋大夫 你出來 橋大夫 橋大夫 你出來了 我 你 什麼事 你說 他去了哪裡 你一定知道 是你收藏他 好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知道我說什麼 你知道他去了哪裡 他 誰 誰 他 誰 沈澳 你不用打地 你知道我是說沈澳 沈澳不見了 他不見了就來找我 你這個還笑開得太大了 沒有人開還笑 他走了 帶走了所有的東西 你一張紙都不留給我 好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騙你 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不信 不信 沒有辦法 事實上 他進了醫院之後 我就沒有見過他 哦 他沒有告訴你要走嗎 沒有見面怎麼說 你們的事 我知道了 我和沈澳有什麼事 我去找過他 紫潮也知道 我還知道你的心 我的心 你愛沈澳 又不捨得放棄紫潮 要不是紫潮有你一輩子都沒見過的財富 你 你 你真是很了解我 不過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這些話 我是這裡的主人 我可以趕你出去 蛤 哈哈 你趕我出去 我認識紫潮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裡 你趕我出去 你這個人瘋的 你有本事就捉住沈澳 哼 來我這裡殺賴 真是莫名其妙 如果你認爲 只有紫潮才可以趕你走 我可以立即打電話叫他回來 你不用帶紫潮出來 如果我要嫁給他 什麼時候輪到你 哼 我現在要找沈澳 不用多說了 你認爲他在哪裡 是 你一定知道他在哪裡 哼 如果我知道 我也不會告訴你 他走了 當然是為了逃避你 你還死前你幹什麼 哼 哼 現在是我的事 哼 當然是你的事 哼 不過死前死了一個 根本不愛你的人 無無聊些 哼 哼 我可以告訴你 他愛我 他一心一意逃避你 為什麼你不跟他走 哼 他那麼愛你 哼 正如你所說 我不捨得手上的一切 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財富 喬丹芙 你好 我當然好 我不亂追男人 我不做出場紅杏 我有什麼不好 你 你 唉呀 程太太 你不可以這樣打人 我 唉呀 程太太 你沒事吧 要不需要休息一會兒 要不需要我幫你請醫生 不用 我走了 程太太 不要叫程太太 你當剛才進來的那個女人是誰 伊文 詩詩 黑衛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可能來了我家 又說你情緒很壞 他很擔心 你叫他去死 你 伊文 伊文 唉 少爺 你回來就好了 丹芙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一個朋友 他不是我的朋友 丹芙 丹芙 少爺他 讓他回房間休息 丹芙 你原諒我 是我不好 是我錯 什麼事 你 怎麼好像小孩子那樣 我都說是我錯 是伊文不對 他的所作所為都不對 我不應該偏袒他 你原諒我 我根本就沒有怪你 你們這班人這樣縱容伊文 我一想我看得慣了 而且我看不起他 我不會為一個我看不起的人 浪費自己的喜怒哀樂 丹芙 你 你真的不怪我 那為什麼你整個下午都不理我 我在看書 你不見的嗎 你看了三個多小時的書 你看都不看我 你根本不理會我的存在 對不起 我個人是這樣的 只要一看書 我們就入神了 唉 那肚不肚餓 想不想喝什麼 或者我們出街逛逛 不用 我去廚房看看今晚吃什麼 少爺 少爺 吃得飯了 丹芙呢 她不吃飯 少爺不想吃 她說菜式不適合胃口 進了房了 陳嫂 陳嫂 以後不要時時吃牛扒 丹芙不喜歡吃 以後晚餐的菜式問問少爺 是 少爺 不過今晚的菜式是少爺自己訂的 是 今晚也沒有牛扒 好 她不吃就算了 你想去問她 看看她想吃什麼 少爺 不過剛才少爺說 她進房休息 要我不要騷擾她 嗯 由得她 少爺 你不去吃飯 我都不餓 我不想吃 少爺是不是很不開心 你們經常都很少說話 沒什麼 丹芙是小女兒便宜 她太年輕 我想過了就會沒事 昨天的情太太 情太太怎麼會變成這樣 好像瘋了 要不是我阻止她 她會打少爺 什麼 她想打丹芙 而且她說了很多難聽的東西 我們少爺平時這麼少出街 為人這麼正派 而她 她還好像怪我們少爺 搶了她那個 好 陳叔 算了 你吃飯 我知道了 我會處理這件事 以後不會再有事 我上樓看看丹芙 當然 陳婦 為甚麼晚上都不吃她睡覺 真的很累 我去找他旁邊的燈 好嗎 好 你們怎麼了 你傻的,為何會哭,是不是不舒服,先告訴我 大夫,有些事,我們真的應該談談,是不是 為了昨天的事,我向你道歉,以後不會有這樣的事 大夫,你好像很不開心,這樣吧,無論是甚麼事,都不會是煩惱事 你說出來,我希望跟你分擔,跟你解決 如果你有甚麼地方不滿意我,你告訴我,我會改,改到令你滿意為止 大夫,你為何不發聲,你說話,說甚麼都好,你說 說吧 大夫 大夫 你是一個最好的丈夫,世界上不可以再找到一個好運 大夫 寶貝,我不是好太太,我不知道,或者我太年輕,年輕到不可以做任何人的太太 尤其是沒資格做一個富家少奶奶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原本我一無所有 突然間就擁有全世界 變成暴發戶 就像所有的暴發戶一樣 我變得很貪婪 你不要這樣說 我不覺得你貪婪 是誰說的 我自己說 我在乎你的財產 正如伊文說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多財產 不過 我又想往一些 我從來未經歷 未遇過的事情 你需要管李伊文說什麼 他根本瘋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子晴 對於一些只是幻想中出現 而我從來未得過 未曾經歷過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擺斷他的吸引力 你應該說 我很矛盾 好痛苦 不過我不想再騙你 也不想再騙自己 你未得到過 也未曾經歷過 愛情 但婦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應該知道我是全心全意的愛你 你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 或者你付出的是愛情 但是在我感覺上 就不是 那又有什麼所謂 夫妻之間不一定要有愛情 很多人都可以就這樣過一輩子 我知道 很多人都可以 我都希望自己可以 我已經盡了力 我是真的 我是不是很令你抱歉 丹芳 你告訴我 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改一下 是真的 我很願意改 改到令你滿意為止 你說 說 芝朝 不是這個問題 那 我很寂寞 很無聊 日子還有更長 我怕 我真的怕 我怎麼過下去 我會不會寂寞到死 丹芳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或許我太子先 是我錯了 其實我應該給你 有自己的朋友 有自己的生活 不應該常常要你在家 這些是我錯 我承認 那 給我一個機會 我求你 給我一個機會 師兄 這個不是機會問題 我想得很清楚 我們兩個 我 根本在不同的世界裡 為了適應你的生活 你的圈子 我一直都很努力 不過我累 我真的很累 我原本只是一個平凡的窮家 我不是貴婦 我做不來 我真的很累 但是我們是夫婦 而且我愛你 為了你 我可以犧牲一切 拋棄一切 丹芳 你 你 真的不可以這麼殘忍 大夫 那我怎麼辦 如果不是對你殘忍 就是對我自己殘忍 你們這樣的生活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過下去 那 那你打算怎樣 我們可以商量 或者我們可以搬去外國 離開這裡 我們可以去歐洲 去瑞士也可以 我記得 你說喜歡去瑞士 是不是 我們就去瑞士 好不好 好不好 你說 無勇 不是這裡不好 不是人不好 更加不是你不好 但是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是我自己賤 我不可以過這種生活 丹芳 那 那你只要離開我 你讓我 不行 你不可以離開我 我求求你 丹芳 無論你要我怎樣都可以 你千萬不要丟下我 你的想法有點不對 你的情緒低落只有一陣子 很快會過去 你會快樂 我們也會快樂 是真的 你相信我 我們不可以再騙自己 當初答應跟你結婚 或者是我太貪心 今天你可以給我一生人 沒見過的東西 不過 人的生命 不是只有擁有這些東西就可以 你知不知道 我一直都不快樂 不是 不是 你快樂 至少我見你快樂 我們環遊世界的時候 你不是很快樂 我見到你的樣子 我知道你開心了 丹芳 那些快樂被賣因為你 啊 芳芳 我真的很抱歉 你 我尊敬你 信賴你 喜歡你 但你並不是愛 你一直都知道的 我對你沒有愛 你 在這段日子裡 我很感謝你給我的一切 你讓我過了一輩子 都不能再有的生活 你也給了一份 我很難負荷的愛 是 芝芳 你讓我離開 你讓我自由 我求求你 之後是這樣 我才可以快樂 是真的芝芳 你真的決定要走 是 如果我答應給你離開 那你會去哪裡 你有什麼打算 啊 袋裡有一封信 是沈澳寫給你的 是 王芬過客 今天播出第十三回大結局 這個故事由嚴慎遠著 林普編劇 李安球編導 參加演出的有 朱曼子 王兆強 龍寶田 洪德成 莫家駒 林有榮 盧韻賢 陳錦巢 你想知道王芬過客的結果是怎樣 請收聽今天的節目 好 這封信是沈澳給你的 是 是 丹芳 我終於在海邊的教堂找到自己了 過去的事 都好像惡夢一樣消失 我現在唯一還想著你 就只有你一個 我曾經答應過你不會離開香港 但是如果不離開 我只有泥足深陷 甚至不能自得 在我這身人當中 除了你之外 我從未渴望過得到什麼 因為你能夠令我墮落的靈魂疏醒 你是個好女孩 你絕對不會做出對不起丈夫的事 我們之間的清白 是我最大的驕傲 只要你願意 你仍然是富有的蕭子朝夫人 但是我愛你 只要你肯擺脫 我這世都不可能給到你的榮華富貴 那你就來海邊找我 我會等你 就算我的人死了 消失了 我的心仍然在等你 永遠等你 生命中 你準備什麼時候離開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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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很好 我永遠都不會怪你 不會恨你 我不是很感謝你 感謝我 其實沈澳也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壞 她沒有侵犯過你 我幾乎乖錯了她 你給我的所有首飾 我會全部留下 我只是拿一些山走 還有 我姑媽的房子 我會叫她們盡快搬走 還給你 不用 這些東西我送給你 我不會拿回 包括你姑媽的房子 我絕對不會收回 你尊重我最後一次 好嗎 她 她怎麼可以 照我的說話去做 這麼少事算不算 你也知道我不在乎 不過我 你曾經是燒紫潮夫人 你曾經 你曾經讓我一段生命中有最寶貴的回憶 我認為是否想要去看書 我去看書 你休息一下 明天我會留下車 或許你需要 你等一會 我有一個請求 那些珠寶 可不可以請你給我收買 到我需要的時候 我再回來拿 好 我給你收起它 你會回來拿嗎 或者有一天會 我都不知道 到時候 你給不給我回來 在我心裡 你永遠是單負 永遠不變 這個也永遠是你的家 你何時都可以回來 不用經過任何人同意 我會吩咐陳嫂 陳嫂 你休息一下 明天你還要去地方 啊 還可以嗎 我會再回去 爹 雖然沈母給了地址我 不過我不熟悉這個地方 而且我想這間教堂 是比較偏偏的地方 讓我走過去找找 我想是近海邊 我從這邊走過去試試 幸好我沒有帶很多行李 想不到沈母會躲在清水灣 二汶發夢想不到沈母在她的別墅附近 對面真是一間教堂寺 有一位老伯走過來 讓我問問他 老伯 有什麼事 我想請問你一個地址 不知道你肯不肯告訴我 可以的 我是這間教堂的柳牧師 我很熟悉這個地方 柳牧師 我想知道這個地址 還有一個新來這裡工作的人 他叫沈澳 原來你是來找沈澳 是 那你跟我來 你認識沈澳的嗎 他在教堂幫我 這個地方雖然很小 工夫又沒有多少 多數都是本地人做的 他說想留在這裡 那我就叫他在教堂幫我 那我就叫他在教堂幫我 沈澳這個年輕人都不錯 很勤力 很肯學 他在教堂幫你 嗯 對了 你是沈澳什麼人 我叫做喬丹芙 是他的朋友 是他的朋友 喬丹芙 哦 他不是寫過封信給你 是嗎 是 我收到他的信就趕來了 嗯 這個花園仔是沈澳打你 你看看那些花漂亮不漂亮 唉 我老了 粗重的功夫做不來 要找個年輕人幫我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有誰願意在神的殿前 做一個卑微的圓丁 圓丁 我不顧一切地趕你 只是做圓丁的妻子 愛前的力量真的這麼大 喬 沈澳在那邊 你走過去就見到他 我要進教堂去做事 麻煩 沈澳 丹芙 你來了嗎 我收到你的信 我不想再等再拖 所以我就來 蕭紫潮呢 他知道了 我跟他攤牌 他不怪我 他給我自由 他好仁慈 他比我想像中更加好 是真的 你真的決定留在這裡 是 我想清楚 愛 愛 愛 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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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怎樣 你好像穩定了 自信心加強了 來 我帶你去海邊散步 冷前的一切 是不是真的 我和你手手在海邊散步 是不是在做夢 沈澳 我決定不再離開 永遠在這裡陪著你 做一輩子圓兵的妻子 蘭芙 就算我現在馬上死 我也沒有遺憾 因為你來了 我 我愛你 你相信我 我們一起會很快樂 雖然我沒有豐富的物質生活給你 但是我會盡心去愛你 我會很開心 你加入我的新生活 我一定會過得更充實 這個新世界是屬於我們 離開市區 離開那幫人 我終於呼吸到真正的新鮮空氣 我的精神從來沒有這麼振奮 唉 我也覺得是這樣 我們更年輕 我們可以一起再見到將來 你真是好的 紫潮說她的乎看錯你 你比她想像中好很多 她可以這樣說帶走她太太的人 她真是仁慈 其實她的人不錯 可惜我們不能做朋友 世界上的事沒有十全十美的 是 你說得對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我們所能夠做到的 就是把握屬於我們美好的事 我們已經把握到了 是 我們把握到了 抬著你的手 我有真實充滿的感覺 這個不是夢 原來人類的幸福是要自己爭取 以後我不再相信命運了 不是 如果不是命運安排 我們怎麼可以相遇 相識 以致相愛 是 命運是由上帝安排 我們只是跟著她安排的事一步一步走 走完屬於我們人生的旅程 你只不過在這裡幾天 你真的變了很多 太多了 我在泥州走出來 找回我自己 或者這些就是改變 前面就是海邊 是 美麥 在這裡可以見到日出日落 還可以見到很多位生活而奮鬥的漁船 駛出駛入 很有生命和朝氣 你可以寫小說 你說的話和思想都很有意境 你可以成名 我喜歡做一個安分的員兵 我不想成名 你以為 忍性埋名 我們才可以得到幸福 你不覺得是嗎 你怕伊敏 不過我們不用怕他 我們光明正大 他威脅不了我們 你不明白他的 他很瘋狂 他好像八爪魚一樣 會不顧一切 他…他很令人害怕 別這麼說 其實他都很可憐 他只是愛你而已 但他的愛太不正常 他的愛 是傷害 是毀滅 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他遲早會毀滅我 怎麼會呢 他只不過是愛得強烈 不要再說他了 我們要完全忘記他 以後在我們的生活裡 完全不會再有其他人 只有我和你 是 我們的生活裡只有我們 沒有其他人 我們要把握我們的幸福 是他的車 你做甚麼 臉色那麼難看 是伊文的車 伊文 好啊 沈澳 我終於找到你了 我說過的 你走到天涯海角我都找到你的 你是我的 誰讓你來的 我這裡不歡迎你 你要明白我不是你 את 謝謝 我喜歡來到 Martin 誰可以遇見我嗎 我在燒ullah 前門口等了三日 終於都被我等到 他下午握著皮箱 鬼鬼祟祟地出來 我知道他一定是來找你的 我知道他一定知道你在這裡 我跟着他 你也算狡猾了 你以為躲在這裡 我就一輩子都找不到你了嗎 沈澳 你走不掉的 乖乖地跟我回去吧 你也瘋了 我是人,不是物件 不可以任你摆布的 我是人你 我不管是什么 总之你是我的 没有人可以抢走你 谁都不可以 喂,乔丹夫 你赶 立刻赶 我不想再见到你 丹夫不会赶 我们相爱 我们要结婚 要赶的是你 请你立刻走 不要骚扰我们 相爱 结婚 你不用指望了 有我依民的日子 你都不用指望 乔丹夫 你好扯了 你再不扯是吧 我杀了你 你敢 如果丹夫有什么损失 我要你赔 你好扯了 有那么远扯那么远 我见到你就不开胃 你还恶毒过魔鬼 我武痴 虾战 是不是全世界的男人死了 为什么你都要纏着我不肯放手 我恨你 我讨厌你 你扯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丹夫 你不用怕她 你这种女人好像瘟疫 那种女人 谁撞着她就当坏了 你看看自己的丈夫 你还可以自名得意 还有面子在人面前献世 如果我是你 我一早就死了 你可为天下间最不要面 和你说不爱你 讨厌你 不想见你 你还纏着人家做什么 酒吧那些女人都好过你 高级过你 你去死吧 审武 骂得好 骂得对 三十年来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这样骂过我 就是因为这样 我被人中话 我才知道我跟人 你骂吧 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知道你跟丹夫相爱 我 我根本就不可以控制我自己 是的 我死了还干净利落 可必留在世上受苦 受折磨 受人痴笑 你 心好像是这么说 你不要生气 我 我不是有心抢走他 你知道 感情的事没办法的 我们都挣扎得很辛苦 你原谅我们 我会 我会的 我当然会原谅你们 反正都得不到 不过我道歉你 丹夫 你拥有全世界的幸福 人家得不到的 你都可以得到 我妒忌的 其实 你都得到幸福 赫慧这么爱你 赫慧不是审慕 爱情是不可以代替 就好像紫潮不是审慕一样 我先回去教堂 你们聊聊 好好地聊聊 当时 伊文 有些事是不可以勉强的 我知道 感情的 赫慧 赫慧 我在教堂等你 事情可以解决 你不要再出口伤人 你真的等我 我答应过你 我要一生做园兵 是不是 是 我很有信心 我会照你说的话去做 我会忍耐 你等我 我尽快回来 我可以 我爱你 我们上车聊聊好吗 待会我会送你回来的 只要伊文肯心情情谈 这件事 怎么都有办法解决 爱情又怎么可以抢夺 我和审慕以后的日子 一定会很幸福 是什么事 糟了 真是可憐 为什么那辆车会撞在公共墙上 整辆车着火 车上好像有两个人 救不了 下阵好像去打电话报警 会不会再爆炸 说不过 好危险的 还是走远一点好点 这辆跑车好像刚才才问 怎麼一開車又會撞車呢 這裡又不是危險彎角 沒理由失事 火燒得這麼嚴重 你會不會燒附近的木材 如果由草一直燒過去 可能燒到的 我們先去救火才行 救火車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到 那邊有人在救火 我過去幫忙 小姐,你不要站在這裡 小姐,你沒事吧? 小姐,你沒事吧? 讓我扶著你 神經病 不用怕,有我在 那個司機正在瘋了 我看著他 不斷特地撞在牆上 怎麼會這樣開車呢? 他是不是想死,想自殺 坐在他身邊的人就當壞了 靚也給他 車上的人真的救不到嗎? 哼,車都撞到爆炸了 怎麼救啊小姐 就算是不爆炸 車撞得這麼難 對面的人還不粉身碎鍋 就有鬼了 那真是可憐了 究竟為了什麼? 找一條俊男來玩 有什麼這麼大件事解決不了 我當然要做還是可以做 我未來會打 其實我沒有天 知道我饒了 生命就會消失 剛才的山夢海誓 都這麼一筆勾笑 生命是如此短促,如此脆弱 人可以生存在世界上 可以把握着自己生命就是幸福 何必苦苦追求 世界上的一切又不是转眼醒方 班傅,不要在这 我扶你过那边 来 之前,多谢你扶着我 不知我差点找到 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我答应过你,你不记得吗 二汶跟踪我,追到你这儿 你呢 我跟着伊汶来,我怕他会惹我,我知道他脾气了 谁知你此一步,阻止不了悲剧的发生 你此一步 你其实一早就来,我来的时候你已经来了 是,不过我猜不到,不过我猜不到,猜不到伊汶,他会同归于藏 我猜不到,你想不想过去作证,还是离开 我们走 我们走 我车在那边 我还有点行李,就是在教堂的花园里 我和你拿去上车 哦 来,让我拖着你 你还有脚步浮浮的 慢慢走 慢慢走 客位呢 他出院了,但是精神不太好 伊汶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他 可以门到几时 长痛不如短痛 他已经死过一次 他会守得住 是 我们现在回家,是不是 你愿意再回家 我考虑一下 那你慢慢考虑 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回到市区 不过我已经吩咐了陈嫂预备了你喜欢的晚餐 智智 你以后不要再放纵我 不要再让我走错路 不会错的 你看 前面这条就是回家的路 我认得很清楚 绝对不会错的 是 我现在回家 我回家 平安舒适地回家 但是沈沃和伊汶 他们糾纏的爱和恨 人和缘 会不会在死亡中得到解决 《悲欢离合》这个节目是由李安球编导 今天的故事《黄昏过客》 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请在下次节目时间 收听另一个新故事 《黄昏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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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过客》